我们在老窝的第二天 我有美食不可辜负啊 大哥早上没吃早饭 旁边看着一个烧烤汤 那个眼睛啊 那个鸡身头啊 瞬间就上头了 你要来一串先试 这个鸡蒸来一个吧 可以可以你要拿嘛 你要来一串 新的来一个吧 来一串鱼 一个鸡蒸 然后还有一个鸡心 然后还有一条鱼 糯米饭 我们现在到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付钱 它不会英文 我们也不会老语 然后就让它自己找 还买了一份饭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把钱已经付开了呀 就付开了 那是自己选的 一万 五千 两万 两万五千 这是五百吗 三万一啊 三万一啊 三万一 还找了一千 两万九啥 两万 找了一千就是三万三 刚刚三万一 三万一是多少钱吗 三万一 三四一十二 一十二 十二块钱啊 一般人买十二了 十二啥 一般人是十万的吗 三万一就是十块钱左右 三千来三 三四一十二 十二块钱吧 这块一大 一整条鱼 两个大串 还有米饭 糯米饭 吃吧 那个糯米饭确实好吃 它不像中国那种糯米饭这么糯 它的颗粒感很强 就是很饱满 摇起来很爽 你尝一尝 这是芒果糯米饭的那种感觉 那买一个芒果的里面 沙烤菜的旁边就有一个超市 算成超市呗 怕买饮料 这个钱五千五 昨天又买贵了 五千五是多少钱吗 我也不知道 太多 听这个叫得很响亮的知了声了吗 现在我们来到了老窝的万佛寺 这里没有庙宇和殿堂 雕像都被汇集在大草坪上 所以这里各像一个佛像的雕塑公园 这里融合了佛教和印度教的风格 散发着异域的韵味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这天堂地狱塔 第一层是地狱 第二层是人间 第三层是天堂 站在这个塔顶呢 就可以看到整个万佛寺的圈景 而对面有一条河 那一条河对面 就是太多了 老窝的第一条高速 首都万象之万荣 全长约111公里 由以前的近四个小时车程 编成了现在一个多小时 虽然高速路建在老窝境内 但路上的每一个交通标识 进出的收费战口和国内的高速简直是一模一样 仿佛置身于中国 让我们感受到既熟悉又新奇 我们来到了黑灯下火的万荣 Walking Street 看起来灯火稍微要透明一点 人窍望一点 今天晚上就在这吧 我们现在在万荣的这个Walking Street 里面卖衣服的 裤子的是很多 纪念品的也多 吃的很少 吃的就前面有两家 我们在旁边看小姐姐吃这个老窝火 我们也想吃 它是下锅牛肉一大盘才20块钱 应该也不贵 一样整一点 这个我要一个 啊 蔬菜 老窝火锅点了 然后再来点烤串吧 舌头啊 你整个舌吗 你要吗 长得整了 我们的菜来了 哇 好好吃啊 刷一下老窝的这个红油火锅 油都没有 牛油都没有 就是 在我看来就是激光 他现在在喝一个老窝的啤酒 然后这个是Law Beer 好吃 好吃 就是有点热 好吃 看我们这一顿吃完了 喝了6瓶啤酒 然后再加上什么肉啊 还有蔬菜啊 还加了什么肉串烤串 那些全部的话是26万二 算起来是多少 75块钱 对吧 好不好 100块钱 有点组成头啊 2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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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啊有喝拌鱿鱼的 这个算起来就是20块钱的 8块 2万 2万的话就是8块这么一个 他这个用的是另外一种酱 然后本来我是让老板放那个红色的酸辣酱 然后他放的是绿色的 嗯 他放的是另外一种 绿色的酱 它也是酸辣酱 也是酸辣酱吗 也是酸辣酱 嗯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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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了你还会说其他的啥子不 来 你来搞一搞 我不吃 你搞一口小的 感觉像烹火的呀 有一点咸 但是够酸味够酸 鱿鱼完全没有说什么不新鲜 就是那种很嫩很淡 但是它烤的不是很老啊 因为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水分还是有点足够 开心不 开心 开心